猪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桑桑 今天我们家要开始煮瓜子的 这过年呀 必须得煮点瓜子 然后没事的时候就慢慢剥到汁 我们家每年都是自己去煮 昨天就已经用那个小苏打泡了一晚上了 今天就把它洗出来 早点来煮的话 好太阳可以晒啊 这个里面的工具 里面的那种就是空的呀 然后还有那些瓜子的囊啊 都要去掉去 这道工序比较复杂 要洗好多遍 这个水好沾 是的 这实际的生瓜子 洗到我腿都不会麻了 多洗几边就干净多了 这个水都变清澈了 八角桂皮 还有干草 这干草可以多放一点 到时候吃的时候又可以清热 然后还可以回甘 口感更好一点 十斤瓜子差不多半斤盐就够用了 把这个水都煮得差不多干了 就要一直翻锅了 不翻锅的话就容易烧锅 你不试试咸味吗 我试一下看 等来之前说是放 二百五十克椰子 现在妈妈只放到二百厚 我看这颜色够不够啊 我这个滑着溜着 没干净就不好过 烤烟我记住就收到了 要放多少下 放九九八十一下是不是 一下不能多一下不能少是吧 我觉得颜色够了 两百克就可以 不要太咸了 很好 这个香味就是这样煮的味道 全部出来了 别怕瓜子这么薄片 要把这个香味融入煮进去 要煮三个小时左右 煮到这个水分完全干掉了 锅底都没水了 就可以出锅了 转到后烟气上 很烫啊 这怎么能叫烫呢 明明是暖和好吧 你来弄弄试试 在我们江西农村啊 你说接来客人 其他的零食可以没有 但是瓜子是一定不可以没有的啊 我们佩服你们能把这个 西瓜子里面的米吃得出来 我就吃不出来 波哥不知道吃这种瓜子 现在是吃不出来滑溜溜的 如果晒干了以后 就可以很好吃出来了嘛 怪不得是你晒干了 我也吃不出来啊 谁说这就是你的进食物心啊 进食问题啊 一况就要过年了 每年的年底都要准备 各种各样的年货 为什么瓜子要准备的格外多呢 过年的时候 而且咸的 磕个瓜子 唠了磕 时间过得会比较快一点啊 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开始在准备这个年货了啊 就让它这个太阳晒着 你不是说你的方瓜子了吗 怎么变成磕瓜子了啊 你别搞的十斤瓜子 到时候收起来只有两斤了哦 那不至于 我来教你剥瓜子要不要 我自己吃 你自己投资还说我 不是 你不要把整个瓜子扔到嘴巴里面去嚼 不然皮跟肉嚼在一起不好吃 你就是对准这个位置 这样子 我还是没吃到肉 喝一下的 一上一下 就出来了的 如此不可教也 哼 舌头不灵活 今天它也还不错啊 一天就晒干了 就是瓜子呀 它只要晒到 你拿到脂肪就这样 不黏了 皮是干掉了 然后用嘴巴那一剥 这个皮很容易剥开 这样就可以了 也不要晒得过于干 如果过于干的话 等我进度差一点 真的剥不住那个皮来 剥不住那个肉来 香啊 有瓜子吃了吧 现在可以了解一些瓜子了